大家好,我是Chuc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據波蘭媒體的報導 波蘭國內媒體近日對波蘭最佳運動員進行了評選 巴塞球星李雲道夫斯基無緣前十的順位 這也是他近13年以來首次無緣這個獎項的前十位 媒體表示,就算李雲道夫斯基去年 隨著巴塞龍納奪得西甲聯賽冠軍 自己亦以23個入球斬獲西甲金香獎 但今季他的表現有所下滑 而且他在國家隊的成績未能令波蘭媒體信服 目前波蘭還需要通過附加賽才有機會獲得參加歐國盃決賽州資格 在歐國盃外圍賽小組賽當中他的表現難言出色 而李雲道夫斯基曾12次入圍這項獎項的前十個順位 創造這個獎項評選的紀錄 而去年他在波蘭年度最佳運動員的評選當中毋裂第三 他曾經在2015、2020以及2021年當選波蘭年度最佳運動員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